好,那我们今天要说的呢 就是我之前写的那个电子书嘛 就是祖先业力的一个解脱 如果去帮祖先把这个业力把它解脱掉 然后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祖先的业力把它解脱 因为我们通常知道祖先可能会影响我们 但是一般来说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影响 然后这个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东西 就是把它我们跟领摆 然后去跟祖先做一个链接 那你也可以透过这些方式 你可以知道说祖先真的存在 然后祖先它跟我们是会有链接的 因为如果你去查学那个量子纠缠 网络上你去查量子纠缠就知道 量子纠缠讲的就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 如果两个例子它距离很远 但是它的互相转动也是会有影响的 那跟我们这个祖先的业力是有关系的 因为像祖先如果在地府的话 祖先在地府过得不好 那当然我们在阳间的也过得不好 如果祖先之前做得非常好 然后他的业力少 祖先可能就升到天堂去 所以天堂如果有一个祖先的话 那我们在阳间当然也是 阳间的后人也会好 因为这个一方面是量子纠缠的一个原理 一方面同频共振 一个高能量的东西 它就会带动你低能量的事情 如果你现在过得不太好 过得不太顺 那就有可能是有一个低的能量在拉你 那个能量就是在地府里面 所以当然就是我把我写了这本电子书 就是希望把这个关键把它解释出来 然后让大家有办法去接触这个东西 好OK 然后这个书呢 这个书我最近还在整理 把它整理的更好一些 然后更好的 整理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会在群里面告诉大家 你可以再去重新下载 就是从那小的同学那个地方去重新下载 好 那这个当然都是理论的部分 我们实际上跟大家带大家去 你先写了 那你就更知道了 好OK 看一下 你们可以先把先把那个关掉 语音关掉 然后有轮道的再打开语音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先 现在那个聊天室 大家先报个名 我们一个一个来 举个手 我们就不知道然后我们来查询跟主线的关系 因为实际上我们来做 我们去跟带大家去沟通 你就晓得了 你有什么主线的问题 可以在那个 孙 孙雅琪对吧 可以开 开语音吗 孙总 孙总 可以开语音吗 可以 老师你好 你好 好 OK 最近怎么样 想要 最近啊 对对对 我 财运这方面还是 好 OK 没关系 我们来找一下 我们来看跟哪个主线有关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就是像那个薛金格的猫 如果你看我上上一起的那一个 那个那个讲的就是就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呢 主线在地府 他是你是看不见他的 你不晓得他是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他在那个那个空间 所以我们利用灵白表 我们去把它找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在地府是在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去就去想你这个有一个主线 他其实跟你这一个是 跟我们现在财运是有关系的 跟我们财运有关 因为我在这里弄了一个 这个灵白表 所以像在这一个 我这里有个灵白表 就是看得到吗 就是我写的电子书里面 是好像太亮了 不太不太清楚 对 看得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 看我的手表 手机上 就是有一个 哇 这看到吗 会不会也太亮了 看不见 看不见 可能有点亮 好 没关系 我查就行了 我帮大家查 查了之后你怎么知道我讲的是正确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摇摆测试 你就站起来说就行了 OK 然后我们就去想 就去把这个主线找出来 我们今天要找的是财运 所以我们就去把有一个跟我们财运有关的主线 我们今天要就设定目标 把跟我们有关的主线找出来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 有一个是表 这个后面可能会有改 但是没关系 表15 表15呢 就是主线在阴间的哪里 主线在阴间的哪里 就这样子 有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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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好 然后呢 怎么做呢 这个东西就是0-100 我之前说过就0-100 你可以拿这个0-100 然后0-100 那我们现在要查的呢 是孙总的 孙总的 然后你看0-100怎么用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拿一个这个 这是我特别去做的 这是利姆利亚紫金 然后再钓一个0-100 那你说老师 我没有0-100怎么办 没有0-100你就拿一个 你总有链子吧 拿个链子 你只要拿个链子 下面有一个重物也行 甚至你没有重物 它都会板 我里面有动物都没板 我现在要 像 那天 找一个 因为随便找一个链子 我找一个什么的 我这边教大家怎么用 你看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的一个 雷吉木的一个钓环 雷吉木上面有一个子维会 这是一个雷吉木的钓环 你说他是0-100吗 其实他就是0-100 他主要 只要是绳子钓的 他会会摆动 我用这个来示范给他看 大家都晓得说 彼此0-100 只要你身体四周围 可以拿的 可以摆动就行了 所以你看我现在拿着 然后我就是 去摆动 好 OK 我就像这样子 我的手手是放在桌子上的 然后呢 这个0-100就是在这里 然后我待会就看他的摆动 不过因为这个太亮 可能看不清楚 不像那一天 前几天我在法台那边 可能比较清楚 好 没关系我来问 首先先问0-100 是在哪里 是在外圈 然后 如果有0-100表 你就可以对照 祖先在阴间的哪里的那一个 我现在请 请指示一下 往前 这个通常要请 帝章王菩萨 或者是 还有救武天尊 他在那个荆棘山 你有个祖先在荆棘山 你可以站着 然后说我的 我有个祖先在荆棘山 看看看 我来记一下 我这边稍微记一下 曾总你有一个祖先在 他是你的24祖先 他是一个女的 他会影响你的财运 你怎么知道 我刚刚找到祖先是怎么 是正确的 你就站起来说 孙总的祖先在 荆棘山 有一个在荆棘山 24是个女的 他会影响你的财运 你可以站着说 看是不是就向前请 有向前请吗 有向前请吗 有向前请 有向前请对吧 是的 先請 會的,因為 主線 主線在另外一個空間,他就是在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把它超渡,沒關係 然後我今天呢,在外面有點煙控 點煙控,我們現在把主線把它請上來 這個要請 也是要請 都要照規矩來的,就是說 在地府裡面有 地藏門菩薩跟太乙丘古天尊 請他們去把主線 從經濟山把他拉過來 或者是主線女的 請他來外面,這裡剛好做煙控 供養他 讓他更舒服一些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讓主線舒服 讓主線更好 然後我們也就會慢慢的 就會變好 嗯 收到,謝謝 嗯,你有感覺到,你說 主線來到楊老師這邊了 看是不是相見請 我外面有在做煙控 就是外面有點個煙 是的,往前請 對,會往前請 因為做法就是要 把主線真的調過來 然後我們可以用搖擺測試 能量測試去 如果你有 零擺的話你也可以 你家裡有這個吧 這個沒有 你隨便找一個 找一個那個什麼 你隨便找一個 項鍊都行 知道嗎 有個項鍊 對,你可以拿個項鍊 然後項鍊的話 你就可以看他選擺動啊 知道嗎 這個東西 像我 我這個層級啥東西都可以 你看這個是我的手機 我連手機都可以用來當零擺 試一下 對 你們看這是我的手機嗎 我是調著嘛 然後我就說 欸,祖先有來到我這裡了 祖先有到楊老師那邊 你看我這個手機 是不是也是順時鐘在旋轉 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看到了 所以 只要只要能夠擺動的就行了 只要能夠調起來擺動的就行了 你真的 家裡說老師我是沒沒啥東西可以 像我你可以 只要你手邊可以拿的都行 不要覺得說零擺飛 飛得要那個 這是咱們的 這個能夠當零擺嗎 嗯 你看哦 我也是一樣問的 我要去問問那個 只要你擺就行了 這種的主角在經濟三 嗯 是不是順時針在擺 對吧 你可以 我通常我在問另外一個 我說他在旺川合 說孫總剛剛的主線在旺川合 旺川合 你看我拿的這個插頭是不是逆時針 嗯 對不對 是的 所以 像這種問題 你們就可以 只要你能夠隨手拿一個能夠擺的東西 你都可以去測試 我剛剛拿的手機掉個掛繩 這都可以 所以用這個方法 我們就可以去把主線把它掉 緊過來 好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 像我昨天也是把我的主線 好多個主線都把它請上來 然後稍微給它供養 今天我就 反正有很多好事發生 好事發生 實際上做的人 你就知道這個真的很重要 這麼神奇 對很神奇 但是如果你想通了 這就是量子糾纏 祖先在地府過得不好 那當然影響到我們 我今天把它弄一弄 今天 今天主就有很多的機會 很多的財運 他就進來了 真的是這個樣子 誰做誰知道 誰做誰知道 好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幫你把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電子書在那個小兒童 在那個上面 有空可以去下載 好 那下一位 下一位是丹是吧 是的 你在嗎 我在 幸福語言不太好 那你要查詢什麼嗎 就是哪位祖先影響現在的這個 就今天的這個課題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課題 就是哪位祖先影響了 當下的這個財運 對對對 影響很多啊 很多層面 他會影響到你的財運 影響到你的工作 影響到你的事業 或者是影響到你的家運 但是這樣面向太廣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針對財運 針對財運 財運大家可能最有感覺的 OK 可以可以明白意思嗎 嗯 所以當然我們每針對一個主題去查 一定會有查到 一定都會查到 因為祖先就是一個大資要庫 我一定都會有的 所以你跟你的財運有關的祖先 我們就去查 他在地府裡面 可能在哪個地方 然後 他在 在陰間 所以陰間 就是在那個靈標板 就像這樣 你們要怎麼能才能看到呢 有點亮 有點亮 是不是 我要把它調調暗一點 這樣看得到嗎 這樣可以了 對我把它調暗有沒有 這就是這個表 我用的是這個表 我再看把它調暗一點 也許不要那麼亮 也許不要那麼亮 有沒有 這樣可以看到 對好OK 所以你看 我怎麼去找出來 主線在哪個地方呢 然後我看 真的不能看得到 看得到嗎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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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來 可能我到沒有那個 沒有辦法 弄得很好 我直接就看好了 我能夠看多少 看多少 我拿的是我這個的零擺表 我這個零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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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一樣 請問單的祖先 單的祖先呢 祖先在哪裡呢 這裡有內圈跟外圈 來 在內圈還是外圈 請問是內圈 是內圈還是外圈的部分 慢慢穩定之後 他是指向外圈 指向內圈 OK 內圈呢 他這一圈 我們就問是哪一個 來 請 地藏王菩薩幫忙 首先是在哪裡 穩定之後呢 他在環魂牙 研瓦台後面的環魂牙 我還可以再確認一下 請問是在環魂牙 環魂牙嗎 在那個地方 嗯 是時鐘擺啊 是環魂牙 你就可以知道 主線是在哪裡 可以明白嗎 這麼去測 明白 然後測完之後呢 我們還要 我們還可以去找他 跟我們是第幾代的關係 看一下 他在那個 他有個零擺表 他有個零擺表 去查了 表26 不曉得有看到 嗯可以 表26就是世代的關係嗎 對吧 我們知道有一個主線 他在環魂牙 然後我們就會 跟我們的世代關係 是哪一個 世代關係 你如果看那個電子書裡面 你看 我再去看他世代關係喔 跟我們的世代關係 我先讓他停住 嗯 然後再夾 他說指的就是10以內 10以內 10以內 10以內就是中間下面這一圈 我們來看看10以內的哪一個 他會指向6 指以內的第6代 所以第6代 然後呢 第6代查出來 我們就追那一圈了 是男 是父系還是母系 是母系 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查到了 第6代 這樣會了嗎 先記一下 先記一下 所以 單女有一個在環魂牙 第6代 一個女的 OK 你怎麼知道我們剛剛所查是正確的呢 你就可以站著說 我有一個祖先在環魂牙第6代的女的 她跟我的財富有關係 影響我的財富 我有一個祖先在環魂牙是一個女的跟我的財富有關係是第6代 嗯 向前傾的 對 向前傾 你可以說 我有一個祖先在望川河第6代 剛剛那個祖先在望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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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祖先在望川河第6代 把他拉上 那那外面剛剛我就點了香 點了菸供 供養他 供養祖先讓他更好 怎麼拉呢 讓大家可以看到耶 他也就跟天尊跟地藏 我們不算把他拉上來 拉上來之後呢 他就會隨時擺動 這個在轉的時候就是在燈在吊人 錘子擺動了對吧 是不是就上來了 明白意思嗎 好 然後你就現在就可以還是一樣站著說 我剛剛那個第6世的祖先 現在在楊老師這邊 外面在受菸供 第6世的祖先去楊老師那邊接受菸供 對 向前的 向前 所以這就是無形的部分 我們就請無形的無形的神明 去把他拉上來 供養他 讓他可以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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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意思嗎 嗯 嗯 好 所以如果你去按照那個書本呢 上面有 有那個 零擺表 不過 我這兩天還在 還在整理 把他弄得更好一些 你可以過兩天再去下載 過兩天再去下載 好 然後這個就是 你幫祖先把他 讓他過得更好 把他供養他 淹供他 給他好吃的 如果有條件 你可以參加那個什麼 私食啊 還是送陰材啊 就像中元節送給他們好吃的 讓他們更好 所以中元節有做普度的啊 對祖先普度的 通常運氣是不會太差的 好 OK明白了嗎 明白了 謝謝 嗯 好的 OK 好那下一位 下一位是阿展是吧 阿展在嗎 欸 阿展不在是吧 沒有反應 那我們 有是吧 你能方便開語音嗎 楊老師好 方便開語音嗎 有有有 開了 開了齁 好 也是要我們把它找出來 到底在 在地府的哪一個祖先 跟我們影響有關 他 主權在地府過得不好 可能 就影響我們 我們的財運啊 我們的事業運 所以我把它找出來 OK 好謝謝 還是一樣齁 你繼續用那個靈擺錶 再 我們來找一找 就是錶15 錶15 我用的就是錶15 這一個 錶15 這一個 錶15 這一個 然後我們把它 再問 你看這個東西其實是很神奇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鏈接 像我我只知道你是阿展 但是我不知道你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怎麼用能量去鏈接 他就會給你找出來 所以我們請 請 地藏王菩薩幫忙找出來 阿展的祖先跟 財運有關的是在哪裡 是內圈還是外圈 好他指向外圈的 他指向外圈 來指向外圈的呢 就是看外圈是哪一個 來指向外圈的 好他穩定之後他就 你看穩定之後就是往這個地方 外圈的是在這裡 他是一個二狗靈 二狗靈 在 黃泉路上有個地方叫二狗靈 有一些二狗 然後我們可以去查 他跟你的世代關係 世代關係是 世代關係 你可以找出來 他跟你是哪一式的 世代關係的是用錶26 這個世代關係 世代關係 再一個 他們跟我們世代關係 先用外圈 請問這個主線在二狗靈的 他是哪一個 指向十一到二十 指向十一到二十 所以是十一到二十 十一到二十呢 他的 十位數是一嘛 那我們去看個位數 個位數是多少 請 地藏王菩薩來指示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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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男是女的呢 我們來看父系跟母系 是母系 母系 好 ok 等我一下 我記一下 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誰 再來二狗靈 二狗靈是什麼 你可以去看那個電子書 剛才說幾是 十七 是不是還是十六 是不是十六 十七 你怎麼知道真的有主線在那個地方呢 你就能量測試 你就站著說 有一個 我有一個女主線 十七式的在二狗靈 看是向前還是向後傾 有 老師有向前 向前 就是祖先在那個地方 所以 利用 利用 這個書裡面所寫的方法 你就可以跟祖先鏈接了 你就知道 在因為有 祖先在地府下面受苦 所以我把他拉上來 我們現在請 他以救苦天村 就地藏王菩薩 把他帶上來 好 謝謝老師 你看 怎麼做呢 這個其實是要法脈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可以讓你看得到 請 他也救苦天村地藏王菩薩把他帶上來 他也救苦天村地藏王菩薩把他帶上來 就是無形的 因為你 你沒有辦法用物理世界的這個東西去做 你只能請高尾的訊息到那個地方 就把他釣上來 就把他釣上來 然後請他們來這裡受菸供 就在我窗外那個地方 你可以問 你就淡著說 我的祖先已經從二狗靈上來 雅老師窗外那邊受菸供了 淡著說 我看是向前還是向後 有 向前 向前 OK 這就是所謂的魔法 打敗魔法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你沒有辦法物理世界進去 我們就用高尾空間的神明過去處理這種事情 好 OK 那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這樣子 然後讓祖先療癒 我們就會更好 好 可以嗎 好 謝謝老師 好的好的 OK 好 今天我等一下可能還有事情 所以我可能就先到這邊 可以嗎 下次我們再替大家 再來對大家服務好了 好嗎 然後不知道怎麼下載的 你可以去群裡面問 就是就是到那個那個裡面 你只要去下載那個電子書 我這個只是把那個零擺表 把它列出來而已 電子書會更多 電子書會更多 寫的更詳細 過一過陣子我再開個課 讓大家可以去去把這個學的更好 因為你把它 你可以跟祖先溝通之中 很多事情你會覺得很順 就像這幾天我都在不斷的把祖先清理 這幾天遇到一些很多好事情 真的遇到很多好事情 很神奇的 好 我那個新的書還會再更新 所以到時候我會在群裡 在跟大家說可以再下載新的 這個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用到最新的版本 對了自己可以跟祖先溝通的 書裡面會講到時候我會慢慢跟大家講這個東西 好那今晚就到這個地方 有問題都可以在微信上載的連絡 好謝謝大家 好